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啊 手把手的啊 去教你怎么样去喷这个花 才能够提高它的一个做果率 首先呢 我们需要去购买 小喷壶 这个小喷壶这个喷嘴呢 最好是物状的 然后我们在喷洒的时候啊 为了防止虫喷 那么我们呢 在里面呢 一定要加入一些颜色 这是为了防止一个虫喷的问题 大家知道一旦虫喷以后呢 就容易出现这个畸形管了 那么我们在喷的时候啊 第一个呢 先看整个棚的这个开花情况怎么样 如果大棚的开花呢 已经达到60%了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晴天的啊 这个上午 从9点钟到11点钟之间 那么下午呢 从这个三点半啊 到五点钟之间啊 这个时间呢 开始去喷洒这个药液 那么在喷的时候啊 您比如说 像这个花絮啊 它现在就有两朵花开始开了 我们呢 用这个手啊 稍微加入这个花柄的位置呢 然后给它喷一下 一定要加住花柄的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药液呢 有时候低到这个叶片上以后呢 很容易导致叶片啊 发生损害 然后呢 另外一朵呢 我们也同样的就是这样子啊 去喷一下啊 就可以了啊 一定要这个防止一个重喷的一个情况啊 防止重喷的一个情况 好 好 感谢观看